10万订阅 谢谢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要你股炸 我是婉伦 我是云东霖 老师老师 今天台股又下跌了 下跌181点 而且美股重挫 股汇现在台股 而股汇双杀 到底要怎么看了老师 对 那今天的大盘 最主要受几个因素 昨天美股四大指数 通通下跌 而且肺斑表现的最差 潮跌幅 下跌超过2% 是 那那个亚洲股市 今天普遍也都不好 日经下跌了1.8% 首尔下跌了2% 那这个是国际股市 那另外我们台湾的 新台币的汇率 跌破了32.4 台币又再变 创了新年的 七年的新低 所以这个股市的压力 就特别大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一开盘的时候 就跌破这两条支撑线 然后 全场都在这个支撑线 离很远的地方都上不来 那一直到最后售盘的时候 就是跌了181点 收在16273点 那这个所谓的类股呢 全面都是绿油油的礼片 电子股呢 的成交量只有70% 那那个AI股 礼拜一表现比较好 但是现在今天呢 他们的成交量又缩了 缩到了20% 只有这大盘的20% 电脑股 27% 所以整个类股 统统表现的都不好 是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高价股呢 高价股事实上 好像还不错 因为它有三分之二的股票呢 比大盘还要强 就是他们跌幅 没有大盘的那么多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高价股 那选对高价股就很重要 对 没错 好 那另外呢 AI开店股 好像也没有那么悲观 它有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呢 都比大盘的跌幅还要小 所以AI股 其实已经出现分歧了 要怎么样挑到 就是强AI股 要怎么样挑到高价的 那个刚刚说到的 什么IC收集股 都很重要 对对对 没错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继续讲 好 另外 IC设计股 刚刚网友讲的没错 是 哇 IC设计股 红通通通 选对股票很重要 对 而且有市值涨厅 所以这个 其中一党生全 还是老师在 TeraGrade一直在说的 对对 是 等一下我们会讲 好 那 期货为平仓合约 是现在是 期货的空单是8400口 比昨天稍微少一点 但是现货呢 外资又卖了259亿 卖压真的非常大 所以今天起不来 也是起来有志 那另外一方面 外资也会看这个信台币的汇率 扁信台币扁的话 外资通常就是持续的在 提款 对提款 然后偏向空方 对没错 好那融资予额 这个融资予额 大家就在讲说 这个涨也好跌也好 那融资呢 都一路的在上涨 昨天又上涨了13亿 增加了13亿 来到了2313亿 袁老师 这个是不是代表说 散户很敢冲 对 散户很敢冲 开始想要买股票了 那这个到底对不对 等会老师会帮我们解释 对散户没有危机意思 就是说大盘跌的时候 那他们也是冲 那大盘涨的时候 他们也是冲 就是反正就带着钢柜往前冲 冲冲冲 对 但是这个融资予额 多 融资予额增加快 对大盘来讲是不好的 我们之前讲过嘛 水能载肉 亦能复周 那你用这个融资去买股票的时候 只要你这次个股跌了两根半的跌停板 证券公司马上要追缴 马上要追缴你的这个补这个保证金 特别害怕断头 对 特别害怕 所以这个呢 尤其是在大盘在跌的时候 那很多股票可能都已经面临了 跌两只三只了 所以那时候很多的这个投资人用融资买进的 就会被迫 砍掉股票 或者自己 把自己的股票砍掉 所以那时候的沙盘会特别严重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融资予额增加的不要增加太快 那适当的减肥 对这个大盘来讲是比较好的 好 那我们讲说这个16300点这个支撑区 好像是一个马其诺防线 那政府 马其诺防线 对 就是二次大战 那时候就是在跟德军在对拼的时候 那时候 这个这条线呢 就是不能让它跌破 好像有这种意思 这条线 今天有稍微跌破了 今天稍微跌破 但是呢 政府还是持续的 好像要利手在这个16300点附近了 所以让这个股市不要再大跌下去 因为这条线非常重要 如果说跌下去了 哇 那这整个的头部形成的话 这个形成 哇 那非常套牢非常严重 是 所以 这个政府要持续的 就怕M头形成 对 M头 然后这边又有一堆的套牢伞 这个在里面 那就非常糟糕了 好 那我们再讲说这个技嘉呢 是在255元附近 这255元附近呢 是一个上车的 对 上车 然后也是一个有效的支撑 这个地方 如果说万一 这个技嘉有回到255 这边是可以值得买进的 值得买进 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是值得买进的个股 现在老师要分享的是 在我们的 现在哪些个股可以放进 我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对对对 到对的时间就可以上车了 好的 那第二个 世纪钢 对 世纪钢 这个我们就持续的推荐 那之前突破120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 跟大家讲说这个突破了三角形整理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线形 长上去 果真就一路涨 涨到现在 那如果说世纪钢 它这个回档 有到这个地方 这条支撑线的话 160块 对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不过它目前仍然是非常强势 182 今天又上涨了 有5块半 所以整个这个 它的线形呢 仍然是非常强势 好 那这个材料KY今天稍微拉回 今天跌了这个20块 那我们讲说 它的这个 因为它的基本面非常的好 那昨天除钱 今天 今天小股肥党20元 它的基本面呢 就是成长率成长得非常高 营收去年成长85% 今年成长了169% 169%没有在开玩笑 对对对很厉害很厉害 你几乎在几乎在所有的这个高价股 或者是比较好的成长股 几乎找不到这种成长率 就是排名 不是排名第一就排名第二的 基本面超级好 对所以它的股价 难怪股价会一直一直往上创新高 好 好 那秦成 好 机科股 对 秦成机科股 这是这个本质非常好的机科股 它得了很多国际大 国际竞赛的大奖 有老师都有帮大家做标记 德国IF设计大奖 还有台湾的这个电脑展的大 这个大奖他也得到 那今天我们在 今天开盘9点11分的时候呢 在222的价位买进 那很幸运 这个222收盘的时候 来到了233.5 直接赚11.5块 对 那盘中还有更高 有来到237 那这个我们昨天 前几天就一直在讲 它现在是呈现三角形整理 三角形整理如果说往上突破的话 那会有一段的涨幅 甚至不排除和创新高 所以今天我们在222买进 那这个感觉它 这个蛮强势的 今天大跌了几乎200多点 但是呢它的股价仍然在平盘上 而且力争上游 这个相对强势的股票 所以可以持续注意 好 那我们要选择成长股 那成长股呢 就好像我们生日一样 每年都有 那我们人生日是每年都有 但是股市呢 它并不是每年都是多头市场 有的时候是多头 有的时候是空头 对 空头市场的时候呢 就很糟糕了 那几乎没什么股票 对啊 比较容易涨 就是蒙蒙飘飘不知道怎么办 对 那时候呢 你还是要选择成长股 因为成长股它的业绩成长 就会是它股价上涨的保证 李老师我就知道了 就是不论多头还是空头 我们都要选择成长股 对 这个因为散户的资源有限 资金有限 你选择成长股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长期投资 你也可以做短线进出 因为成长股它就是有这种魅力 短线它也是很活泼 长线的话那更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 长短接矣 那《理财周刊》里面 我们有写了一系列的成长股操作策略 那这个写的非常详细 大家可以拿来参考 那这个是第二季的这个成长股 我们那时候筛选出来的很多 比如说华城汉塘 银帮佩根保瑞高利 这些都是8月15号那时候 根据第二季的季报筛选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 华城今天又表现不错 今天它又上涨了7块 那这个股价还是显示相对强势 那大凡跌了200点 它也没跌反倒上涨 因为它的这个业绩就是持续成长 好那银帮今天也是上涨了9块 然后它的这个8月份的 每股盈余有4块1 那7 8月份合起来有7块6 所以这个是它的业绩非常好 盈余也非常好 所以难怪它的股价可以撑在这么高的高档 都没有这个破底 就是这个是AI概念股里面的少数的股票 可以维持在高档的 因为它有这个业绩的支撑 所以这个是一档可以持续注意 那持续逢低可以买进的股票 好那我们再来我们讲这个选举概念股 这个轮飞今天又上涨了2块半 今天上涨 那我们讲说这个选举概念股 很早以前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 大概在这附近 那就一路缓缓的涨 现在是缓缓的涨 都缓缓的涨 那轮飞它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上车的时候真的是 如果上车的话真的很赚 涨了6倍到8倍那么多 涨6到8倍 吓死人这种 所以主力就抓住这种选举的这个行情 来炒作这个选举概念股 那另外一档是中市 那也是涨幅也是蛮大的 那这个大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那这个找价位进场 如果不知道要怎么找价位的话 直接可以拨打电话 或者是价位老师的来跟Telegram 直接跟着来身上车 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还有软软买也有一波塔 这很重要 一定要来这一环节 一定大家不要转开 这一定要看 对对没错 等于是标股的名单 好对好那哇这个生权实在是太厉害了 连两掌停板 连两只掌停板 对这个它是台湾最早把那个Flash MCU把它推入到0.35μm的这个这个MCU厂 唯控制气 对那这个它的股价呢 昨天跟今天连续两根涨停板 而且是前天或大前天很早很早老师就已经在Telegram提醒大家了 没错 如果同学们大家如果有在老师的LINE A跟Telegram 麻烦在底下留言举个手 让我们跟我们说你在哪里好吗 先恭喜你们 好那这个现在 各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场的话 那稍微晚一点 然后他已经又连拉了两根掌停板 而且量也放比较大 所以那个下一次 等下一次如果有那个标股的时候 大家再赶快上车 那圆钢今天涨停板 这个我们昨天买今天就赚咯 对 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跟大家推荐的 那已经涨了十几%了 昨天又涨5%今天又涨停板 那圆载又涨停板 也是礼拜一推荐的 今天要涨停板 那这个就是非常强的这个短线操作股票 是 宇环 我们也是在礼拜一跟大家讲的 那今天涨了盘中有涨到这个 几乎9% 收盘的时候有涨到6%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的 而且也不贵 对 才18块20块左右 真的是适合小资助可以介入这个标的 对没错 好那这个就是 之前推荐的 那昨天推荐的玻璃 打了上半场好球 打了半场的好球 那结果尾盘的时候撒下来 我们看这个上影线 所以右边有爆大量吗 是不是要小心 对对这个量是稍微大一点 是 右下角这边 4000多张 4000多张 那这个它留上影线很长 所以如果大家要介入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一定要设好停损 那暂时是不建议介入这次玻璃 好 那有灰今天也表现不错 大概盘中的时候有 几乎有这个5-6%的涨幅 那对盘中的话稍微回檔 有3%左右的涨幅 所以这个呢 可以持续的关注 这次股票可能会有 有不错的表现 因为它已经突破这个盘整区 大家可以收场 对 突破这个盘整区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 是 一篮子的组合 投资组合 然后呢 会挑对的进场时机 然后再进场操作 这样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所以这好股挑对时 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利润 那我们节目啊 其实有分享很多 不管是投资组合里面的 哎 怎么样要挑选好的标的啊 或者是短线的几涨个股 都会在我们的 乱乱背 马鱼吉波塔这边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有所收获 赚到涨停板 也别忘了你的按赞 订阅跟分享频道哦 那我们最后 要你股掌就到这边 祝大家 再给我们一个赞 一个掌声哦 好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并支付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 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你说什么 没理想到 你好 真的 好 好 那 你 好 好